原本在509大选之后 情投意合 组成全民共识的巫统和一党 关系啊 却是在土团党加入之后 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么现在的一党 他们一只脚是踩在 全民共识这条船上 但另外一只脚呢 却同时踩在 以土团党为首的国盟船上 那面对土团 面对巫统跟土团党 最近频频互相抬杠 一党从头到尾都没有透露自己 最后会情归何处 就好像一脚踏两船的人呢 想要享受其人之福 郑公跟小三 他都要谁都不想放弃 但是现在呢 巫统跟土团党是摆到鸣了 不会使用对方的旗帜上阵大选 那一党会选择全民共识 这个旧爱 还是到国盟那个新欢呢 那面对对于一党呢 一直左右逢源 没有办法把话说死 巫统大选竞选主任 打祖丁早前就下最后通牒 要一党二选一 要么你就选择巫统 不然你就选土团党 不要再搞三角关系了 打祖丁说 一党必须决定 并且明确地表达立场 因为他们不希望 在靠近大选的时候 才做很混乱的决定 那面对巫统 要他们二选一 一党总秘书打击有丁 也很不客气回枪 一党不需要巫统 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他强调巫统 不应该质疑一党的诚意 也不应该强迫一党 必须跟谁在一起 因为一党也是我国团结 马来人议程的主要推手 那达吉尤丁还说 一党跟巫统所组成的全民共识 并没有容不下其他政党 而且任何遵守有关理念的人 都可以加入这个联盟 所以他们一党才认为 全民和谐 并不只是属于某个政党 或是某个团体 反而应该开放给所有热爱团结 和谐和正义的圈子 但对于巫统下最后通牒 要一党做选择 刚刚接任霹雳大臣的沙拉尼 他早前也赞同达祖丁的做法 认为一党有必要尽快表达立场 霹雳州大臣沙拉尼星期一指出 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 要一党表明立场并不是故意刁难 而是因为巫统要建立明确的方向 以展开第15届全国大选的备战工作 不让沙巴州选时的 一起重叠情况再度发生 沙拉尼表示 巫统需要了解一党的立场 否则很难确认这些选区 到底是该由巫医的全民共识 还是由一党跟土团党的国盟来上阵 但对此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却认为 巫医两党应该开放和其他拥有 相同目标的政党合作 否则来接大选可能会面对不利的情况 不管怎么样达基尤丁也强调 目前三党正在努力进行一起分配 确保不会出现三角战 而对于有传言指 达基尤丁会再来接大选到几打上阵 他今天也严正否认 他说现在大家连大选在什么时候会进行都不知道 要问就问那些制造谣言的人吧